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尝试去独立完成一幅作品 你可能会觉得心心满满 觉得能够得到大家认可 但是那时候我做了15个 然后只卖出去了一两个 我的题材明明很新 那为什么没有这么欣赏什么 那时候就会怀疑自己 一般的势头是事物精重的 长时间的脱去就会比较累了 我们要练到我们顺为止 继续创新 不要怕失败就行了 我的图案会比较接近于年轻人的审美 但是一些小细节 或者是它的寓意 我还是会用到比较传统的一些题材 网络或时代 大家都是通过网络去了解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要着手一下 在表演上也会有些很创新的 比如说是用舞狮加入舞蹈 我们的狮子 以前都是黑色白色 但是现在进入国潮颜色 就使用了浅粉或者浅蓝色 还有很多五彩的颜色 上个小时 不用喝水 不用上厕所 一直做 只做了这样子 一个大小的立体玉兰花的一半 最高那只妆是2米5 妆与妆之间最长的 那个跨度是1米8 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 也没有什么恐惧的 出现失误掉下来就继续啊 每次完成一个新动作 都有那种成就感和喜悦感 那种感觉会比害怕要强烈 潮州这里是有很多 国家级的被物质文化遗产 从小 真的是从小就到处接触 像手拉壶 麦港画 舌板画 然后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影响是很好的 因为所有的工艺一开始都是线条 就比如我可能走到哪里 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可能会想说 那能不能用潮袖的这个方式 把它表现出来 平常来说 一有休息时间 我就会马上去旅游 我很喜欢看 就是每个地方不一样的文化 刺绣盘一个男生也可以做得这么好 就好像我们舞狮子 以前都是说 只可以是男还舞狮子 女生连碰都不能碰势头的 但是现在我们就用我们的实力 来证明给大家看 我们女生也一样可以 其实男生也可以很细心 就像我超秀是男的 形式也为什么不能是女的 只要你科技越来越进步 这些手工艺就会越来越给人重视 因为这是机器所代替不了 我的目标就是能去 马来西亚云顶狮王争霸赛 参加一次比赛 在我出生那一年 已经有师姐参加过这个比赛了 是唯一一支女子队 能上去这个比赛的 退役之后 我想成为一名教练 让更多的人学习武师 然后把省思这项记忆 传承给他们 还是有很多人没听过 所以我就想说 让这批诊能够知道什么是潮秀 那如果是通过我再知道潮秀 那就是我会很自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